你好,这里是张联视野 普京在全世界的反对派云集波兰 俄罗斯流亡议会正式开幕 现在总共有大约有65名 前俄罗斯的联邦议员 组成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 他们已经于礼拜五 也就是今天在波兰首都华沙的郊区 亚布隆纳开始开会 这个新机构将商定一项宪法草案 以指导俄罗斯未来向民主过渡的过程 同时这个会议还要选举一个执行委员会 来游说国际上的支持和认可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了第九个月 而且看不到尽头 这激发了俄罗斯国外的反普京运动的日益高涨 对一些人来说 这个烂泥潭式的冲突标志着 他们认为普京新帝国盗贼挣钱结束的开始 所以说呢 现在各种潜在的反对派都在纷纷的涌出水面 伊利亚波罗马利夫呢 是2007年至2016年的俄罗斯议会的议员 他也是2014年唯一投票反对吞并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联邦的众议员 他是这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 他告诉新闻周刊 新的这个流亡议会呢 讲为普京下台以后的俄罗斯制定一个路线图 他说呢 这个流亡议会作为一个大型活动呢 讲会在全世界范围内 就是说呢 就是形成一个概念 那就是呢 俄罗斯人正在准备普京后的一个新型的这个存在 他们甚至呢 通过了一项决议 呼吁所有持不同政见的普京反对者联合起来 派出他们的代表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 来自这个 这次大会的呢 主要的人员呢是来自乌克兰 波兰 立陶宛和欧洲议会 安纳福提加呢 是欧洲议会的波兰议员和前外交部长 他是出席这次大会的重要的外国政治家 福特加告诉新闻周刊 俄罗斯需要系统性的政治变革 他说普京和俄罗斯议会多年前就失去了合法性 不仅他们盗窃了选举 他们甚至还搞虚假的宪法公投 普京政权呢 当然非常恐惧这个流亡议会 认为这是北约的阴谋 目的是要推翻俄罗斯宪政权 这个议会的成立呢 为俄罗斯那些反对普京的人呢 点燃了一个希望的灯火 也就是说呢 将来世界各地的俄罗斯人呢 能够指望通过这个议会团结起来 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尽快的终结这个普京的暴政 因为普京只要掌权一天 实际上呢 俄乌战争就不可能停止下来 现在呢 根据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分析家说呢 普京继续这场战争的目的呢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为了继续待在克里姆林宫 继续掌握政权 因为只要这个战争停下来 不管以什么方式停下来 比如说和谈啊 或者什么的 那么普京呢 将失去继续赖在克里姆林宫的理由 所以说呢 无论如何 他都要把这个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哪怕将来乌克兰收回了这个克里米亚 哪怕乌克兰军队 甚至呢 从很多地方已经攻入俄罗斯奔土 因为乌克兰他要说要赔偿嘛 你俄罗斯给我们国家造成了那么大的经济损失 你不给我们赔偿 我们当然要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直到拿到赔偿为止 这是合乎一般的这个 过去的这个 就是说历史的惯例的 另外呢 就是金正恩呢 蠢蠢欲动 这个五角大楼呢 是严厉的警告 眼看着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惹出的这个乱子越来越大呢 这个拿了俄罗斯和中国好处的金正恩呢 也蠢蠢欲动 他试图从中于利 金正恩呢 先是 是前几天呢向朝韩边境的军事缓冲区发射了二十多枚导弹 一百多枚炮弹 接着呢 又在昨天呢 升空一百八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呢 在边境一带耀武扬威 害得韩国不得不紧急升空八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来应对 金正恩的这种这个熏细知识的这种架势呢 已经惹恶了美国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呢 今天表示 如果北朝鲜对美国或者盟国进行核攻击 美国就会终结金正恩政权 事实上呢 美国有足够的能力对金正恩进行定点斩首 从而摧毁这个三代政权 让俄罗斯或者中国呢 失去这个流氓伙伴 实际上呢 在目前这个世界上 最应该被斩首的就是金正恩 第一呢 他的罪恶呢 其实呢 比中东的那些恐怖分子呢 那些什么伊斯兰国呀 那些什么ISIS的头目呀 更加深重 首先呢 他把这个两千万朝鲜人民 当成这个农财一样 揉力折磨 其次呢 他不断地威胁韩国 威胁日本 就是说制造麻烦 而且呢 他呢 应该说呢 也牵扯了美国太多的注意力 其次呢 在中东那些国家呢 你清除一个 两个 三个 恐怖头目 恐怖首领 不影响他这个组织的运作 因为他们毕竟是有宗教信仰的一个群体 也就是说呢 你把那个头目给清除了 他组织照样运作 但是朝鲜不一样 你把这个金正恩清除之后呢 整个朝鲜就会转向 整个朝鲜呢 甚至有可能分本离席 就像现在中国呀 可以这么说 如果美国使用一枚精准炸弹 比如说那种旋转刀 来把这个习近平切成碎片的话 那么中国的政局 马上就会发生 激烈的变化 中国呢 就会 不会 就不可能在威胁台湾 也不可能在威胁南海 也不可能在威胁日本和美国 所以说呢 对待这个东亚的这个政体呢 使用那种 就是定点 斩首 斩首行动呢 效果是最好的 此外呢 在中国国内呢 反抗这个动态 清零的呼声呢 越来越高 广州呢 很多区域呢 现在都在实行疫情监控 大量的市民呢 纷纷出逃 因为他们呢 曾经报经这个封锁的责母 知道政府的无能和蛮横 到时候你什么都没有 食物就那么一点 而且价格要贵 药品呢 总是供应不上 而且呢 那些防疫人员呢 也越来越邪恶 越来越有经验 因为他们实际上很多人呢 都是当局雇佣的这个临时工 那些人呢 只想利用手中的权力 能够牢取一点钱 所以广州人呢 不想再受这个二查罪 就连这个 一向懦弱无比的郑州人 现在也开始受不了 这个清零政策 视频显示 一个小区的居民呢 挤在大门口 高喊要求解分 没完没了的动态清零呢 让郑州的经济深受打击 许多人现在穷困潦倒 一些人甚至是负债累累 而在新疆 乌鲁木齐呢 所有的社区 今天呢 居然呢 都接到了通知 要求居民呢 准备三到五个月的生活物质 什么米啊 面啊 油啊 土豆啊 粉条啊 而且它不说明原因 这个未免太狠了 一分就是三五个月 这简直就是在逼迫居民进行反抗 否则的话 你想你分上五个月 那很多人都会在家里面 恶死 病死 或者冻死 目前中国各地的反抗 动态清零的声浪呢 正在越来越大 但是呢 中共中央呢 却没有任何改变政策的迹象 因为中国从来都是这样 就是只要最高统治者不发话 那么官员们都是得过且过 谁也没有责任心 因为这些官员们想着 这官是什么自己 什么事呢 对不对 他们跟人类的政治家 或者官员都不一样 你要在美国呢 你能感觉到 每个官员呢 都是在为人民服务的 比如说 我们去办驾驶执照啊 我们去这个 跟政府机关打交道干什么的 那些官员都是非常认真的 想小心翼翼的 为公众提供服务 因为他不听 不听公众服务也不行 一旦接到投诉 他们可能呢 就要丢掉饭碗 但是在中国不同 官员呢 是完全依靠呢 讨好上级 就是一层一层的讨好上级 所以说呢 他形成了一个特殊的体制 就是所有的官员呢 实际上都是在为领袖服务 也就是说呢 全中国的几千万官员 都只为习近平一个人服务 那么习近平呢 他实际上已经有明显的老年痴呆症 或者呢 他对这个病毒的认识呢 仍然停留在这个早期呢 武汉的那些人 给他提供的 专家给他提供的建议 就是说这个病毒非常危险 因为这个病毒呢 现在看来呢 是SARS病毒 是什么各种各样的鼠疫 还有什么初血热 就是各种各样最危险的病毒 综合在一起 被中国的这个科学家人工合成的病毒 将会造成无穷无尽的后遗症 所以呢 习近平现在正在等着 国际社会呢 都先后感染这个新冠病毒 然后后遗症爆发 然后呢 全世界都完蛋 只剩下习近平和他的手下的这些农才们 或者中国人独得幸免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可能中国人呢 要被动态清零折磨死一大批 这就是习近平的这个黄粱美门